4月18日,新郎官窦霄在网上发布了他和赌王千金和超联婚礼现场的照片,并配了四个字,三餐四季,寓意着余下的人生。 三餐四季都跟何超联在一起,窦霄刚刚发布,何超联下一秒就进行转发,并配文回应,余生慢慢隔着手机屏幕,网友们都被塞了满满一嘴狗粮。 而且,不仅新人们亲自发文庆祝,娱乐圈的众多明星也都相继转发,纷纷表示祝福,可见,窦霄,何超联这场世纪婚礼确实是万众期待许久了。 当然,由于何超联的盛世婚礼,使得赌王何鸿燊的其他女儿也被媒体拉出来比一比,甚至带到一个就问会不会去参加何超联的婚礼,至于会不会去参加,大概只有在婚礼现场的人才知道吧。 不过,在赌王十一个女儿里,不是每一个都能像何超联这样嫁给了自己的如意郎君,他们有的深受家族联姻的迫害,婚后封魔,有的则甘愿为爱守身如玉,有的则宁愿被人误解,也不愿嫁作人妻,即便是赌王千金,也不保证每一个人都能过得惩心如意。 接下来小鱼给你扒一扒只豪门千金的心酸往事。看完以后,估计你就不会羡慕了。 那么,要论起赌王千金们的感情史,那真是一个比一个精彩。 首先说说赌王的原配老婆李婉华的三个女儿,大女儿何超英本是一个人见人爱,才貌双全的千金小姐,作为赌王的第一个孩子,也深受赌王的宠爱,可身处豪门世家的千金小姐,并非世事都能听从自己的安排。 母亲生病之后,一夜长大的何超英接受了赌王的安排,嫁给了殡葬业大王肖明的儿子肖百成。 而当时何超英与霍振婷是公认的才子家人。 经常出双入队的两人,早就被世人以情侣的身份看待,可赌王何鸿燊却为了自己的利益,放弃与霍家联姻,转身站到了肖明的阵营里,准备和肖明联手拓展事业版图。 何超英成为了豪门联姻的牺牲品,嫁给了不爱的男人,还生下了一个女儿,可丈夫的风流成性让何超英终究忍耐不了。 十年后,何超英跟肖百成提出离婚,带着女儿独自生活。 离婚对何超英来说并没有多大影响,真正打击到她的是弟弟的车祸离世,还有躺在病床上的母亲经不住病痛的折磨。 最后撒手人寰,与此同时,有了新欢的父亲对他们这几个大房的孩子开始不闻不问。 慢慢地就消磨掉了何超英对这个家庭的最后一点眷恋。 原本生活得光鲜亮丽的何超英,一夜之间变成了在大街上随处游荡的疯婆子。 路人见了她都无法认出她就是当年那个风光一时的何超英。 2014年,67岁的何超英去世,而身为父亲的何鸿燊居然连女儿的葬礼都未出席。 相对于大女儿的悲惨人生,二女儿何超贤就过得相对称心一些,她从小就在英国读书。 很小回香港与家人在一起,对家里的一切也不曾参与。 毕业之后,她跟一个丹麦人结了婚,并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。 不过,晚年的她回到了香港定居,只是家族生意与她毫无干系。 李婉华的三女儿何超雄则在面临哥哥车祸去世, 姐姐封魔之后就自觉承担起了照顾侄女的责任。 一生未嫁,或许有人会嘲笑她雌雄难辨,但选择这样的人生,或许反而能为她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纷争。 阿尔房蓝琼英从小就很注重孩子的教育,尤其是大女儿何超雄。 从她一出生就注定要以赌王未来接班人的方式来培养, 但正是因为父母对何超雄的严加管教,导致她的情感生活变得更加坎坷。 与陈百强苦恋多年却惨遭赌王棒打鸳鸯,最终还逃不过商业联姻的命运。 19岁的何超雄怀揣着美妙的艺术梦想,参加了TVB在1981年举办的艺人培训班, 不仅出演了人生的第一部影视剧,也认识了她的一生挚爱陈百强。 于18岁的何超雄而言,陈百强的出现就如同生命中的一道亮眼的星光。 照得她心潮澎湃,情斗初开,两人亲密无间的交往,被媒体大肆地宣扬, 但介于何超雄是赌王千金的身份,陈百强与何超雄的交往一直都不敢再进一步。 赌王从媒体口中得知两人关系甚密,就立刻采取措施阻止两人的来往, 可是,正处于少男少女年纪的他们,又怎能压制得了熊熊爱火的燃烧, 眼看着两人的关系越走越近,赌王为了阻止事态进一步发展, 就给何超雄安排了一位豪门女婿许晋亨。 许晋亨与何超雄的身家背景不相上下。 陈百强的家世跟他比起来确实不值一提, 即便爱得热烈,但何超雄仍然扛不过家族与父亲的施压, 点头同意嫁给许晋亨。 跟许晋亨的婚姻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貌合神离, 明面上两人是恩爱有加的夫妻, 但现实生活里却是相敬如宾,各国各的。 假如没有陈百强的自杀事件, 或许何超雄还会继续跟许晋亨过着相敬如宾的生活。 1992年,陈百强因挚爱何超雄嫁为人妻, 再加上事业陷入低谷, 扛不住压力和悲伤情绪的陈百强选择了服用安眠药自杀。 此时的何超雄得知陈百强去世的消息, 宛如一个晴天霹雳,让他哭得气不成声。 为了送挚爱最后一程, 何超雄不顾人妻的身份, 执意在葬礼上服领,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许晋亨一家。 许和两家的关系陷入了僵局, 而此时的何超雄更是下定决心要与许晋亨离婚, 最后许和两家闹得不欢而散。 何超雄与许晋亨离婚之后便一直孤身一人, 如今的他已成为了赌王接班人, 撑起了豪门家族的一片天。 至于何超雄的三个妹妹, 何超凤、何超侠、何超依。 前两个都在父亲的安排下, 进入了家族企业, 帮着大姐何超雄打理家族事业, 何超凤通过自由恋爱嫁给了何之间, 可原本幸福的婚姻也在23年后, 因丈夫出轨而宣告结束。 何超侠则是赌王所有子女中最为低调的一个, 她的性格温和, 在家族中也曾担任过一些重要角色, 至今未婚。 而身为二房小女儿的何超姨, 生活就过得比姐姐妹要滋润多了, 她不仅不用接受家族联姻, 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干自己喜欢的事业。 据说当年赌王为了实现何超姨的明星梦, 直接砸了一个亿给女儿投资拍电影。 后来何超姨与一人陈子聪结婚, 赌王更是直接豪制2000万给做何超姨当嫁主。 果然, 有个富豪老爸就是好, 随便出手不是千万就是上亿。 前面也说过, 赌王的三房太太, 陈婉真是四房太太中存在感最低的一个, 所以她的女儿也不需要像何超穷, 何超英那样, 为了巩固家族事业被安排商业联姻。 不过, 或许是因为赌王千金的身份过于耀眼, 所以三房的女儿好像都很喜欢找明星当男朋友。 三房大女儿何超越20岁刚出头, 就跟TVB男明星陈山聪谈起了恋爱。 当时的陈山聪已经结婚了, 但未跟何超云在一起, 他竟然开口跟前妻提离婚, 离婚后, 陈山聪就被媒体冠上了渣男的称号, 因此,何超云与陈山聪的恋情轰动了全香港, 所有人都以为陈山聪会成为第二个豪门明星女婿, 结果没想到, 两人最后还是因为钱闹掰了。 结束了跟陈山聪轰动全城的恋情, 何超云在2010年被爆出跟某公司的高管相恋, 至于实情如何。 媒体也未曾知晓, 兜兜转转之后, 何超云最终也是收获了自己的爱情, 据说他如今的未婚夫是一个消防员, 两人还被媒体拍到了亲密出游的照片, 照片中的何超云笑容甜蜜, 依偎在未婚夫身边一脸幸福小女人的样子。 三房小女儿何超莲也是近期的话题人物, 如今全网都在疯传他跟演员窦霄的相识, 相恋全过程, 可是在认识窦霄之前, 何超莲的情史也是相当丰富的。 17岁的何超莲先是跟初恋男友徐玉衡牵手示爱, 后来又跟新男友Jeremy在香港街头手牵手逛街。 随后, 男友Jeremy还在社交平台上公布订婚的消息,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何超莲即将下架时, 两人却突然宣布分手。 2011年, 何超莲听演唱会的时候, 喜欢上了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吴克群。 为了跟偶像更近距离接触, 何超莲跑到后台求合照, 还屡次跟吴克群相约吃饭, 约饭成功后, 何超莲跟吴克群就正式进入了恋爱状态。 只可惜, 何超莲对吴克群是真爱, 但吴克群对他却从未有过相伴一生的想法, 当着媒体的面, 吴克群亲口承认自己是个不婚主义者。 这句话彻底伤了何超莲的心, 何超莲当下就决定斩断情根, 宣布与吴克群结束恋爱关系。 后来, 未情所伤的何超莲又遇到了温暖体贴的豆霄, 在豆霄的贴心守护下, 何超莲再一次坠入了爱河, 一直到今年的四月, 何超莲亲自宣布将于四月十八日, 与豆霄在巴厘岛举行婚礼。 赌王的四姨泰梁安琪就是四房太太中最为传奇的一个, 她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, 也没有惊人的事业版图, 仅凭一支舞蹈就赢得了赌王的关注, 让赌王不顾二房蓝琼英的阻挠, 执意把她娶回家。 而且梁安琪的所生的孩子, 每一个存在感都很强, 都得到了赌王千万分的宠爱。 大女儿何超莲在英国留学的时候, 认识了同校同学Grey, 一开始奔着结婚幕的在一起, 结果四年后却还是选择了分道分手扬镳, 回国发展的何超莲, 又因不休蝙蝠的生活状态, 经常被香港的媒体拿出来大作文章, 甚至还有人传出她的同性恋情, 当下就激怒了肆意泰梁安琪。 为了不引起赌王的注意, 也为了平息这次风波, 梁安琪将女儿扣在了自己身边。 让她回归正常人的生活, 在母亲的严厉教导下, 何超莲开始变成熟了, 事业上也有了更好的发展, 不仅自己开公司, 还接管澳门丽景湾酒店, 成为了令赌王满意的女儿。 2018年, 何超莲在弟弟的撮合下, 认识了小八岁的辛吉隆, 辛吉隆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东北小伙, 虽然没有何超莲那般富裕的家世, 但家里也是有点钱的。 赌王何鸿燊跟四一太对辛吉隆本人也很满意, 相恋不到一年, 两人就火速宣布结婚, 并且婚后两个月, 何超莲就生下了女儿和包蛋。 何超新作为赌王何鸿燊的小女儿, 自然是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, 尤其是赌王何鸿燊, 对这个小女儿更是关爱辈志, 女儿在国外求学, 赌王直接买了一栋别墅送给他, 平常出门都是劳斯莱斯逮捕, 年纪轻轻的何超新就已经手握七亿的田宅资产, 妥妥的小富婆一枚。 当然, 作为赌王千金何超新, 从小就懂得家里的资源, 23岁的他就已经拥有了一个强大的社交圈, 由于年纪上小, 所以关于他的感情还有待分析。 如今, 赌王何鸿燊已告别人士, 何超穷成为了家族的唯一指定继承人。 扛起来豪门大姐大的责任, 在何超穷的带领下, 赌王的家业也定能得到更好的传承。